你從這個場就可以看到30% 50% 走進造船廠一一掌握進度 工作架上組裝的是海巡駝艦 主體焊接完成接著上漆 這些不只是海巡戰隊 更是台灣的國防艦隊 在全台灣的海岸邊都可以看到他們 一艘是可以屏戰轉換的 那一般都是雄二雄三飛彈 海巡船空艦成功發射雄二飛彈命中目標 海巡的巡防艦屏戰轉換時 能立刻發揮功用 第一次出現的 因為海巡就是救難 就是抓走私 就是驅趕遺船 可以在暫時需要的時候都能夠用 那這個的確是讓全世界驚豔 那現在目前台灣的這個造船的技術 應該是已經可以克服這些 那將來的話 我在看應該三五年之內 台灣一定會踏出去 變成國際級的一個造船 國將陣的做法 讓世界看見 也讓台灣海防多見一堵牆 目前海軍全台部署 台灣有四大軍港 分別是基隆 蘇澳 左營以及馬公 四個軍港都有不同的任務 四大軍港中最北端的基隆港 海軍131艦隊助手 負責東台灣的蘇澳軍港 則是艦隊規模數量最大的168艦隊 左營軍港是海軍指揮中心 也是目前潛艦母港基地 至於唯一離島的澎湖 馬公側天島是146艦隊 也就是成功級軍艦母港 馬公軍港也是全台唯一 不在台灣本島的主要軍港 擁有得天獨厚的戰略條件 共軍軍艦逼近立刻前往驅離 除了海上防線 還要搭配陸上防衛 陸基型雄三飛彈機動性高 打了就跑 增程型雄三 能打四百公里遠的目標 整個台海都是火力範圍 再加上對面採購陸基型 暗置魚叉飛彈四百枚 放在一百輛機動發射車上 射程至少一百三十到一百五十公里 台灣被說是超級四番鼠 不對稱作戰就是重點戰略 今年九月中 航太展中水下滑翔機首度曝光 超過六年研發 終於讓它成功在水下運用 是不對稱作戰中的新領域 打造的時候就設定好 有更高隱匿性 讓無人滑翔機平時用於水紋偵測 暫時能派上用場 甚至研發能裝置炸藥 變身智慧型水雷 對敵艦進行攻擊 前艦還能靠水下無人機 徵收回傳訊號 就算被敵軍鎖定 也能降低人員折損 我方的大型潛艦在後方 但是在第二線 但是第一線 有沒有可能派出這種 所謂的中小型的無人載軍 當作前鋒 必要的時候 也可以第一時間發動攻擊 新潛艦下雪之後 其實除了本身戰力的培養之外 還要考慮說 怎麼跟水下無人載軍 的搭配 中國跟美國 還有世界各國 他們比較大的國家 投資比較多的機會 非常有去研究 但是臺灣投資 在這一塊的領域的經費 跟時間比較少 比較忙 中國在二零一九年 建國七十週年大閱兵中 舊層高調展出無人潛艇 近幾年也推出許多 無人水下載具 二無戰爭 無人機立下戰功 水下無人機載具 也成為研發目標 高成本難以避免 但臺灣面對持續增溫的併吞 敵意 強國防沒有會投入 採訪全軍的庄宿軍 HappyBot